好,开始,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PN4006BL3-4 然后我们首先的话,发货到你们手上以后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箱子全部打开 大概有四个浮灶机的箱子和一个支架部分的箱子 还有一个控制盒的箱子,总共有六个箱子 分别把这个箱子都打开 然后把这些,首先把这个支架部分的这个结构件 从主箱里面取出来,取出来完了以后呢 里面有分别左支架部分和右支架部分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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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首先要组装这个支架部分 支架部分就是怎样通过这个两个横支杆 把这个左右支架部分连接起来 首先的话就是这个两个横支杆先装入到左支架部分 左支架部分,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把这边跟这个左支架部分进行固定 通过这边两颗丝是M5层10的这个内六角螺钉 然后通过,然后的话把它螺丝从这个地方拧进放进去 然后旋转,把这个地方从而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这个支架,下面的话就是第一个支架做好,装好以后 然后装第二个支架,第二个支架也是同样的方法 把这边跟这边用这个M5层,两颗M5层10的内六角 把它进行安装紧固 安装紧固 好,下面的话就是左边两个支架跟左边支架部分装好了以后 然后把右边右支架的部分再分别跟这个两个横连接杆 然后再通过这个4颗M5层10的内六角钉把它上紧 然后整个支架部分 好,下面的话就开始安装浮造器装到这个支架部分上面来 然后分别是从4 好,下面就是装的时候要识别一下这个的浮造器与它的对应号码这个数字 与这个后面这个数字,浮造器上面的数字要对应 比如说这边是4 那后面这个也是浮造器后面也有一个标示是4 好,这个浮造器装在这个部位 装在这个部位,最下面这个部位 然后分别把这个浮造器抱过来以后 放在卡口卡在这个里边 两个卡口卡到里边 分别用这个 放这个4x12的内六角钉 然后从那边拧进去 从那边插进去 然后拧紧 这边要有丝插进去拧紧 然后这边 这边也需要 好,4号浮造器安装在上面 安装完毕 好,刚才4号已经装好了 现在下面我们开始装3号浮造器 安装在这个支架部分上去 首先看到吗?看清楚这个号码3 好,抱过来 这个3号浮造器 这个3号浮造器 好,开始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把3号浮造器装到这个支架上面3的位置 好,首先是这样的 平放 这边卡槽 按着卡槽放下去 然后这左 好,拍这个地方 也放进去 上紧 OK 好,上紧 上紧完了以后 看这个师傅能活动 然后把它搬成这样的 看到吗? 这个3号的 下来,下面一边 来 来 来 好,开始 然后下面的话 开始装控制盒部分 这个浮造器2,3,4装好以后 不要忙着装1号浮造器 我们先把要控制盒给装进去 然后控制盒这边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一个半成品 上面 其实上面是有一个控制盒的 然后现在的话 就把这个东西取下来以后 按照这个角度 看到这边这个角度 然后这样子放过来 然后卡在这个上面 这样子把它放上去以后 然后通过这个4层10的鸡蛋鸡丁 分别从这边 这边 还有这边 这边 把它穿进去以后 把它拧紧 然后起到这个控制盒 与这个支架部分的固定 好,下面的话 我就开始拿丝 来把这个控制盒 跟这个支架部分进行螺丝的紧固 做一下子 这个丝的话 是这样的 用这个螺丝刀 从这个孔里面穿过去 然后丝 然后丝放 装到这个孔里面 然后进行 这的话上上去以后 不要拧紧 不要拧紧 这样 就这样状态 等我们分别把这个4颗丝 全部上上去以后 把1号扶照器上完以后 再把这个4颗丝拧紧 再把这个4颗丝拧紧 一两股丝拧 这个数字 OK 看到吗 这个数字必须朝着机子后面 没有吧 不能这样装 不能这样装 必须这样装 你开数字 然后我看着我怎么平移进去 嗯 好 然后开始 把这个1号扶照器 要关注一下 这边的数字1 然后把1号扶照器灯管朝下 这样呢 把它平移到这个支架上面来 然后这边有卡口 经过卡口 然后把它放到上面去 把它上面去 要用力气 把这个1号扶照器往上捧 然后把这边 右边的丝上进去 然后再把左边的丝上进去 放上去 好 好 可以了 1号扶照器装好 这个1号扶照器装好 以后 然后我们刚才这个4颗丝没有临紧 现在就把这个4颗丝给紧固起来 好吧 然后这样通过螺丝刀 把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没上紧的这个丝 给上紧 这边呢 尽量保证 这个地方5-7 然后稍微用手这样把它夹紧一点 好吧 然后这个也同样 可以了 控制盒与这个扶照器之间的连接线 给安装好 首先要区分一下的这个1 数字1 2 3 4 然后这边上面还有个卡扣 把这个线都放在卡扣里面 分别把1号插到1号这个数字上面来 这边也有1号 好 对应的1 然后红点 对着这个红点对着上面的红点 这个上面有红点 然后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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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2号 红点 对着红点 好 插进去 然后3号 3号 红点 对着红点 插进去 4号 4号 好 这个线这边插好以后 然后顺着 这边有个卡扣 把这个线举在卡扣里面去 然后依次内推 这边也是一样 把这个线都卡在卡扣里面去 看到吗 卡在卡扣里面去 然后1号 同样的方法 1号 红点 对着这边这个 对着这边这个 红点 然后插进去 还好 好 2号 下面这个线也是 从这边 扭进去以后 然后找到2号 然后红点 对着这边那个红点 插进去 好 然后再拿4号 4号 4号 红点 对着红点 插进去 好 就放到灭了 好 需要把电源线给插上去 然后电源线的插口 对着这个插口 然后插进去 好 这一头 插在我们 好 就帮着 好 好 啊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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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